- 看影片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Cheers 大家好 我是剧热女孩Greta 那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 因为在这个非常精华的新区域地段 之前经过的时候都一直没有机会来看看 那今天终于很荣幸邀请到了 答案酒厂的创办人玛丽欧来带我们逛下 大家好 我是CY答案酒厂创办人玛丽欧 那欢迎九九女孩今天来到我们答案酒厂 一起来参观 耶 大家来喝酒 那我们今天都要走 我们今天喝一杯 直接喝了吗 原来之前不下来参观的原因是老板不在啊 我们是要介绍我们的设计 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刚刚一下来的时候有看到这个非常特别的柜台 好像跟一般的酒窖装潢非常不一样 大家知道葡萄酒其实是欧洲的很重要一个文化 那因为葡萄酒不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嗜好 我们喝酒会开心 那我们买酒也会开心 所以有很多的酒友买了非常多的酒 那这个就变成从嗜好变成你的资产 所以我觉得人的资产要放在一个很妥善的地方来储存 那我们就把这边设计成是一个欧洲老银行的概念 我们用了铁键用玻璃用木头打造一个欧洲老银行的柜台 那我们的设计师现在非常当红的无透设计师 那他有非常多杰出的作品 所以他就希望说用欧洲的文化 用银行的概念来凸显我们当然酒常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一个特质 很像要来就是放自己很宝贝 没错啊 大家酒都是我们的宝贝 到底你面藏了什么宝贝快带我进去看 我们等于说有做一个内外的区隔 打开这道门就进入到了我们一个所谓的比较私密的空间 好 所以进来之后就是我们会员或我们的租户才能够使用的空间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陈列区就展示了我们在这边销售的酒 所以就是我看到喜欢想喝的我可以现场开 然后就坐在这里 没错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特质 我们不只是销售这些酒 我们有一些是藏家他自己的酒 他想要把它拿出来跟其他酒分享 那我们就会跟他收购或者我们去做一个撮合的方式 那你在一般的酒商很难买到这种比较老年份的酒 很特别 所以譬如说有一些人如果花酒爱好者 他要找一些比较稀有的品香 其实可以到这边的地方 他可以主动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有一个App就叫Sale One 因为管理了非常多藏家的酒 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帮他寻找他想要找的年份 各位藏家们如果你们有就是酒想要拿出来分享 可以就是找我 没有 你会把它喝掉吗 我会把它喝掉 我觉得我会把它喝掉 大家如果有家里用不到的酒 想要跟我们GRETA分享 你可以 DNN到这边 可以找我 很自肥的一个频道 欢迎来新合作邀约 是非女孩 这边的酒款有比较多是针对哪一个产区 还是以法国的Burgundy为主 然后因为现在是盛夏嘛 所以我们的香槟 气泡酒跟白酒 其实需求是非常大的 想问一下那个是要来养龙虾吗 没有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藏酒区 尤其跟后面的酒窖区整个是相通的一个内循环 酒窖除了温度之外 另外很重要的点就是湿度 要做好一个平衡 我刚一直以为你们是不是还没决定要养什么 你知道还先搭酒吗 没错 这个女孩脑袋里不是吃就是喝 金库的大门 就是我们后面有八万多瓶的一个长久区 这个地上的蚊子是什么意思 大意思是说 你打开了这道门 进去之后 你就回不了头 就出不来的 一旦进入葡萄酒的世界的确会 非常的 就 沉下去 就跟我们这边的含义跟初衷是很接近的 欢迎进入我们葡萄酒的世界 那我们这边因为也很重视安全 所以整个的进出都透过指纹系统来做辨识 比如说我们就用指纹 那就可以打开我们的 这门真的很特别 葡萄酒之门 上面做了一个故事的图腾 这上面的野狼就是当初的一个传说 在这个牧山银行所在的城邦 他的领主是被野狼叼去养大的孩子 所以战斗力非常强 意大利的战斗民族 所以他就打下了非常大的一个领地 然后开设了欧洲第一个银行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 跟我们的一些葡萄酒的图腾 结合在一起 有你们的logo 欢迎大家进来我们酒校的世界 我要穿个衣服 太贴心了 对 好香喔 这木头的味道 对 所以葡萄酒是一个很有温度的这个饮品 所以它的储藏 我觉得也应该要有一个温度的空间 现在我们是用意大利的概念 我觉得里面的酒窖 酒柜也要做一个很温润的质感 所以我就全部坚持选择 用木头的材质去做的 让整个视觉上或整个感受上 就会比较进入葡萄酒的那种氛围 看人也可以直接租一个酒店 对 我们每一个单位就是十箱的一个单位 那定价的话一个月是一千两百块 但现在我们有一个 因为刚开幕嘛 张了又回家 如果你签约三年的话 我们就会打八折 每一个月就是960块的租金 所以非常划算 对啊非常划算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 这是别人所没有的一个空间 我们就说它就是像一个葡萄酒的图书馆一样 你可以用以瓶为单位 以月为单位来出生在我们这边 像满多的酒友 他就是跟酒商买了酒之后 直接请酒商寄来我们这边 我们就帮他拍照 入贵之后 他透过CM1的APP 就会看到他的酒 是不是已经被送到了 然后他想要喝的时候很简单 他透过LINE的这个 请问我们小帮手 把他酒送到他指定的餐厅 或指定的地方 所以等于说我可以用LINE 去预约你们的服务 然后要上APP去追踪我的酒款 我们都是用一个科技化儲存的概念 比如说以这瓶酒 我们都会帮客人做好这个贴膜的管理 很贴心耶 那酒标就不会想到 酒标不想到我们也做QR Code的一个设定 那就可以知道我们同事就用电脑系统知道说 哪一瓶酒几月几号进来的 然后是放在什么位置 然后客人要拿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便利 我们等于算是整合啦 就是存酒再加服务 然后运送 都一起可以追踪 好高科技喔 哇 这一排都是我们房间型的规划 你的酒就可以一箱一箱的这样摆着 中间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单品存放的一个木架 很多人都买这种 这是什么 单支 单支放的 哦 它上面也可以放威士忌 所以如果有单支需求的话 就可以买这样的柜子 那另外更贴心我们的租户 我们有另外一个24小时的一个进出的通道 这边我带大家走一下 哦 诶 这边真的好大 对 就会回到我们的入口 这个是他们也可以从电梯 就是直接下来 没错 我们地下室有两个停车位 直接开车就可以直接上来一条楼那样 对 方便喔 全部都是无障碍空间 都是坡道 所以推车啊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诶 这边这个房间是 我们有两个葡萄酒的平影室 好 其实每个都是非常的独立 而且私密的 那三五好友可以在这边聚会 进来参观一下 好啊 哇 诶 这弄得也太美了吧 对啊 所以延续我们这欧洲 意大利一个主题 所以整个的细节的设计 都是非常的detail 柱子都是有一些雕刻的 然后这雕刻又跟我们的 定做的这个 柜子是相呼应 包含桌子 也都是用橡木石木去做 它非常的重 那你打开门就闻到一股橡木的香气 就跟葡萄酒的这个酒桶 是为一个像呼吟 其实连我们这个灯 也都是定做 然后墙壁上也挂了 我自己蛮喜欢的一幅画 好 那跟我们这整个的 感觉是很呼吟 所以进来之后 就会有一个很放松的感觉 好像隔壁就有几个好朋友 在这边聚会 然后也喝着 对 喝着好久 威士忌界的老师 好儿老师 还有我们金融界的杨董 达人 也是这个营道主的老板 然后我们就可以听些音乐 然后在这边品酒 很适合讲秘密的一个包含 没错 我们在嘴巴想秘密的时候 你们就冲进去 然后这个门是可以就是跟 它是可以打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超大包厢 可以做16个人 哇 好棒 对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面壁思过呢 反省今天都没认真 就说今天的重点就是来喝一杯 可是我们要认真开箱 干杯 干杯 瞧他脸上的表情 今天就是在等这一刻 因为我今天就是 算是第一次来 整个开箱往逛完 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环节 而且也很方便 那如果朋友们想要找一个酒柜 或是想要出酒的话 要怎么样才能跟你们做这样的服务呢 其实有几个管道 第一个是在Google map 搜寻Cell wine 大安久藏 底下有我们的资讯 可以来电 或是从Facebook跟我们联络 或者是使用LINE的朋友圈 LINE at 搜寻Cell wine 就可以找到我们 或者可以找啾啾女孩 只要在下面留言 还要刷一波 我们就去一一回复大家 也是可以 目便客服这样 对 今天真的很谢谢玛丽 谢谢 带我们一起开箱 谢谢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欢迎大家有空来做喔 对啊 来经过这附近的话 也可以来顺便来看看 然后在这后集 好 LINE又追她太好了 应该惩罚她不能喝 对啊 对啊 对啊